大家好 今天再报一个小负面 就是我最近发现报的这个负面有点多 这个前面讲了这个豆瓣被怎么怎么样了 豆瓣被罚了 然后小红书也被罚了 这个今天咱讲的是谁呢 是这个世纪家园 但这个事呢 我是觉得世纪家园自己干的有问题啊 自己家干的有问题 这个豆瓣的这个被罚这个事呢 还稍微有些 这个反正大家还是有些唏嘘吧 对吧 这个毕竟是这个Web2.0时代最后剩下的这个几根苗啊 这个有些这个面对现在的这个内容的识别和审核呢 有一点点力不从心啊 有一点点力不从心 这个小红书被罚呢 就没那么值得同情了啊 因为他呢是泄露了未成年人信息 然后在未成年人信息管控这个地方没做好 但是他这个呢 小红书也值得同情啊 因为他这个被罚呢 其实很多是由于竞争对手在搞他 就是这个他确实有自己没做好地儿了 但是被人搞了这事也没办法 现在呢 咱们讲的是一家园干嘛了 是一家园是干嘛的网站呢 它是一个相亲网站 但是他有线上有线下 他做的挺重的 就是他有门店 你可以到门店里去说 哎我想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然后帮我去介绍一个对象啥的 哎可以干这件事 我记得原来是默默上市的时候就讲说这个把国内所有的相亲的这个网站搁一块的事实啊 都没有这个啊 这个都没有这个这个默默高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啊 大家现在其实并不着急说我要结婚 对吧 就很多人呢 就是这个对于结婚这个诉求啊 没有那么大 就是陌生人社交可能更是适合现在的人的这个需求 这个而不是说这个以结婚为目的去做个呃交友平台这个事啊 因为像这种呢 是也很很难怪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交友平台经常或者说这个严肃交友平台吧 就是说真正的做这个两个人去结婚的这种交友平台 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他们从流量角度上来分析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呢 是单身汉啊 或者说是圣女或者是什么样的 反正你想结婚 然后去了 这个甭管他获得这个用户有多么费劲吧 他反正他获得这个用户 然后呢 如果你为他服务好了 那这个用户就流失了 实际上这是个一锤子买卖对吧 你给人找着对象了 人家就没必要天线在那混了 对吧 你说人家都结婚了 找着对象了 这个还天线在施以家园里 我再约一个再约一个 那不是有病吗 啊 或者不叫有病啊 那就是他自己有有一些问题啊 那就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像他们这种网站呢 确实就是他的商业模式上 他是有问题的 他支撑不起来 这么大的这个市值 或者这么多的人在这上班 他其实支撑不动 虽然现在中国有可能几亿这种单身人口 可能现在就是该结婚没结婚的人 可能都上亿啊 然后呢 这个市场看着很大 但是呢 这个他的模式就是这样了 就是 这个 只要是成功服务了 这个用户就没了 这个成功服务的用户就没了 他就会产生各种乱象 现在的这个乱象是什么样的呢 这这次被爆出来 或者说他前两天也发了一个道歉声明啊 这个他到底是说了个什么事呢 第一个 就是在门店里 就是线下门店里 这个工作人员是随时可以看货台的 就是看一个人 你到底浏览了哪些人 浏览了哪些女性 然后浏览了哪些异性 然后呢 在下子跟人聊了什么天 所有这些信息 对于这个线下这些红娘来说都是公开的 你你觉得这事挺隐私的 挺隐秘的 对吧 然后这个人家天天看跟看笑话似的 但是天天在这看 这个其实因为你像谈男女朋友 这个事还是一个比较敏感 比较隐私的事 对吧 他们天天瞅着 然后第二个呢 瞅完了以后啊 他比如发现里头有不对的东西 他又不说 什么叫不对的东西 里头现在有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叫杀猪盘 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过这个交友网站上去以后 然后通过说我要跟你谈个男女朋友这个过程啊 骗钱啊 这种他们起了个名字叫杀猪盘 这个就是交友软件 比如叫猪卷 然后呢 这个往里头去找到人呢 就是比如说里头聊天啊 或者什么可能叫什么食槽 什么还要喂食 然后最后那个 就是你跟他培养一段感情以后 然后去找他借钱 或者搞什么的 啊 去杀猪 这个也有一些人是这个 就是反正每年在世纪家园上都有这样 就是被人骗了 啊 说聊了一个月 还是聊了两个月 然后被人骗了 骗完了以后 这个 这个 这个男骗女 女骗男 对吧 骗完了以后 骗了人一百多万 或者骗了人所有的钱 然后造成自杀的都有 这些东西呢 其实你在后台是完全可以看到的 也完全可以识别 对吧 但是呢 他们就不说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了以后这个单子就没了嘛 然后你这个用户就变少了嘛 你的kpi就就有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说了 那你就要跟他解释说 我这为什么看见这事了 其实这个东西呢 很好处理 就是你通过大数据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可以在后台来识别 这是没问题的 就是你把信息进行脱民以后去处理 就是你把男女到底谁是谁把这个信息处理去掉以后 然后呢 再去进行识别 然后把杀猪盘识别出来以后 啊 然后进行一些隔离以后 发给这个前台的人说 哎 这个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 然后呢 你再去做这个通知 或者再去做一些预防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本身呀 应该是 就是你作为一个红娘网站 作为一个 这个 咱说不好听 叫媒婆网站吧 这个应该是可以干这件事了 哎 我感觉好像自古以来 在所有的这个文学作品里 这个媒婆好像就没有什么好人 对吧 都是这个 这个包括传统戏剧里头 这个媒婆都是长得很丑陋的 这种老太太 对吧 这个 这个 经常出来骗人 对吧 把一些这个歪过裂枣 然后也要也要推荐出去 这个 其实你像在这个解放以前 大概 这个中国人的整个的婚配 其实都是靠媒婆了 这个 你没有这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是没法去结婚的 那时候没有自由恋爱 对吧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这个媒婆反正是 这个 自古以来 这个积攒下来 他怨念极大 就是没有哪个文学作品 把他们描述的特别正面的 好像 当然可能我看的传统文学作品也比较少啊 哎 然后现在呢 就是这个 总结一下 这个 啊 世纪家园 他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婚洁网站了 国内 现在遇到了几个问题 他还专门有个记者 跑去 跑去这个卧底去了 然后呢 第一个问题是默许 销售人员可以随意浏览用户隐私信息 啊 就是你他们他们这些媒婆叫销售人员啊 就这些人可以随便看啊 你坐在门店里就可以看你的这个客户 他是谁谁谁 然后到底是聊了什么事 他就可以随便看了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聊天内容异常了 就当没看着 哎 我发现这里头有这个杀猪盘了 或者有人在里头给同事聊了好几个 或者怎么样啊 啊随便看啊就是我我也不说啊 因为怕这个 就是你没法跟人解释说我怎么看见 他们是给了这样的一个 非常不靠谱的一个这个解释说我为什么不告诉人家 对吧 这个其实完全可以处理的啊 完全可以处理 这个叫没有尽到他的一个基本业务啊 没有尽到他的基本业务 就是你作为一个呃 媒婆网站 然后呢 你没有把这个骗人的 或者说你哪怕说你以四冲好 对吧 你把你把人架出去了 或者把人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啊 这个都都是这个 呃 就反正这个媒婆自古以来就干这件事了 咱也不说什么 啊 但是你看见里头有人在杀猪盘在骗钱了 啊 你还啥也不说 这个事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职业道德和素养的问题了啊 那第三个问题是叫什么呢 就是销售红娘啊 都是这个身份全是假的 啊 写的自己是什么有什么头衔啊 有什么学历啊 什么心理咨询师啊 什么什么家庭婚姻家庭咨询师啊 什么这些东西呢 哎 基本全是假的 就没有真的 这个 就这些呢 就是他们 反而国内也没有认证 然后你说的我是假的这件事呢 就我说我是什么什么博士 什么什么教授 什么什么咨询师 几级几级 这件事呢 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啊 这个就比较差劲啊 这个比较差劲 这个就叫名片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 叫什么呢 叫见人开价 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啊 这个 这个他的用户是一锤子买卖 你只要是说真给他做成了 那么他就流失了 所以你只有一次找用户收钱的这个机会 所以他这个一对一服务套餐的这个价格呢 就是你说哎 我到底多少钱 他不告诉你 啊 你得到这去看 然后他看你是只能掏出多少钱来 然后呢 找你要钱 比如说他这个价格啊 从18,800 然后一直到可能10,18,800到10,08,800 对吧 大家分五档啊 在这个中间 但是你说这个到底差的呢 差在哪呢 说那每一个档次之间啊 到底差多少呢 啊 或者哪些服务有区别呢 其实他也说不清楚啊 就是看你愿意掏多少钱 然后给你做这个服务 然后想办法帮你去找对象 就干这样 就见人下菜碟 这个事呢 也是一个 这都不叫杀熟了哈 这个这个就属于是这个 就反正比较恶劣吧 这种方式 然后再还有些什么呢 就是哎 他们呢 经常会去这个到别的地方去卧底 这也挺神的 因为大家看到就是他其实每一个服务 每一个人挣的钱还是挺多的哈 但是他这个流量获取很难 哎 我怎么能够获取这些人 我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了挺多的这种啊 相亲的这种媒婆 然后上来这个录视频 然后做宣传对吧 给自己拉流量 所以他们会愿意 愿意花很多的钱去这个获取这个流量 哎 他们用一些比较神奇的方式是怎么办呢 就是别人家谁招亲了 这个相亲了 或者有什么线下活动 然后这帮这个媒婆自己就把自己捯饰的干干净净的 然后继续参加了 参加完了以后呢 把人家那个信息骗回来 说哎 说那个套在自己的裤里头 然后说哎 下次我们这有相亲活动 您来吧 哎 搞这套事啊 搞这套事 这个呢 就反而有点恶性竞争吧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这个作为这个假的这个啊 人去这个相亲 对吧 你你通过相亲去钓鱼这个事呢 啊 也属于比较恶劣的一个方式啊 而且呢 是跟人做着各种假暧昧啊 什么的 但是他们的要求也不高 你只要不要被投诉 你想说啥说啥啊 想怎么跟人家这个呃 假暧昧想想跟人家这个撒娇 想跟人家那个什么逆味都没事啊 你到最后别人投诉了 那那就不行了 就最低要求啊 只要对方不投诉你就行啊 这个反而也是一帮完全没品的人 啊 这个我记得前两天还有人在讲这个问题 说这个说是不是要给这个农村的这个大龄南青天发老婆 这别做梦了 对吧 这个中国婚戒市场就是这么一帮人 这是最大的一个啊 哎 还哎 就他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我觉得在国内做这个事基本上 就是没什么好鸟啊 没什么好鸟 哎 如果这个想着急这个结婚的人 真惦记结婚的人啊 自己怎么着也就接了 对吧 如果你真的很痛苦就这就接不出去的这些人啊 啊 也就别费着劲了 这个接受现实就完事了 对吧 但是从我这就咱是善事说话不腰疼啊 啊 我是这个反正惊人介绍找了老婆 然后这个现在有孩子过得开开心心的没什么问题 所以呢 这个说人家这个事属于这个啊 这样说话不腰疼啊 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家啊 屡传劣劣迹的这个婚戒网站啊 这个是一家园 他因为他前面还有很多就是杀猪盘自杀 就是每年他都有 然后呢 包括这个什么2020年还被人点名 说他这个侵犯用户隐私 到2021年上又出来道歉 他这个事他就他就这么干了 这个活儿 对吧 你说他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行吗 挺难的 对吧 非常非常难 因为那个你需要投入这个技术啊 需要投入极高的这个技术成本啊 才有可能做到在隐私保护的情况下 把这个杀猪盘 把这个不正不正规的或者说异常的聊天信息都揪出来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中的一方面是这个啊 基础投入非常大 然后呢 整改的周期很长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啊 他的转化率会下降啊 就是当这些人天天看着你跟这个啊 你比如说你去世纪家园去找找这个啊 找对象去了 然后呢 天天看你跟人聊天天天看你浏览什么样的人啊 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做推荐 对吧 他就没有自动化推荐系统 他是靠人推荐 对吧 他这个就会成功率会高一些啊 成功率会高一些 这个世纪家园有多少用户呢 世纪家园有2.2亿用户啊 也是很吓人的啊 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四大中国的婚恋网站 世纪家园真爱网百合网 还有一个叫有缘网啊 号称是中国四大的这个婚恋网站 但是现在呢 这个都玩的不怎么样啊 现在这个新的什么荷尔蒙社交啊 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直播打个赏啊 什么这个叫做陌生人社交 像默默啊 这种东西啊 还是在很努力的蓬勃发展啊 还是在很努力的蓬勃发展 这个婚恋市场这块呢 虽然这个现在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 或者但是这些就是以前啊 这个不结婚的人还在着急说我要结婚 现在这些不结婚的人 压根也不想结婚了 就这样了 对吧 所以他们未来到底向哪个方向走 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今天呢就给大家讲这么个事啊 就是世纪家园 被人举报了 然后呢 这个该啊 这是他自己确实做的不好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可找 然后也出来道歉了啊 具体是怎么回事 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好 感谢大家收听 好 感谢大家收听 好 感谢大家收听